阿弥陀佛 他为净土宗创造了舞会念佛 所以很多的一个记录呢 其实没有很详尽的记载 直到敦煌写卷当中保存了许多法照 还有他净土宗所创立的一个净土舞会念佛法门的文献资料 才一一都被这些日本学者上总本善荣 他就有出版了在1933年 有一本书叫做《唐中奇之净土教》 就是可以称作是对法照大师 他在净土舞会念佛法门当中研究的重要成果 法照大师呢 他一直被尊宠为善导大师的后生 也就是继善导大师之后 他弘扬净土法门 收入在佛族统计26卷 因为他创造了舞会念佛 所以呢 大众呢 就对他非常的推崇 尤其在资料上看到的是 联社的成立啊 特别是以会员大师为第一始祖 可是后来的五位呢 就首推有五师 第一个是善导大师 第二个就是法照大师 再来第三个是绍康师 第四是审常师 第五是宗基师 这五位被尊为众人的领导 我们可以来观察 文殊师利菩萨 为什么就是这么的重要啊 因为法照大师 他会去修行念佛的法门 是因为文殊师利菩萨 对他的点拨 他才理解原来念佛是这么的重要 话说文殊菩萨 他的德恨是难以衡量的 他久远节中呢 早已成佛 佛名是荣种上佛 他是出自在 冷言三昧经 但是呢 又有另外一尊佛 大家就不要误会是文殊师利菩萨 有另外一尊佛是 龙种上尊王 是不一样的哦 那是另外一尊佛 文殊菩萨呢 他非常怜悯众生的一个自信 经常的迷失哦 虽然他是欺佛之师 但是他是常常随策在 释迦牟尼佛左右 来协助弘扬佛法 在文书《发愿经》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段经文哦 就是写着说 愿我命中时 除灭诸障碍 面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国 身彼佛国义 沉满诸大愿 阿弥陀如来 现前受我祭 严禁普贤恨 满足文书愿 尽未来季节 就近菩萨行 从这个《发愿经》的一个记录里面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文书施利菩萨 虽然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 可是他是希望去 往生安乐国 面见阿弥陀佛的 也就是因为 这一个发愿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理解 就是净土宗的这一位国师哦 他也位高到 曾经当过国师的这一位法造大师 为什么会因为就是 文书施利菩萨 亲自 就是嘱咐他要念佛 他才开始 这一个很出名的 流传到至今 我们都还在念的 五会念佛 话说这一位法造国师啊 他其实是联宗的四族 他也去朝拜五台山 就是在唐朝大历二年的时候 他在云峰寺哦 他是非常的 在词人界定这下面当一个弟子 可是他在僧堂 就是在吃饭的地方哦 他在吃饭的时候就看到波 波里面竟然现出了五色云 而且这当中还有什么 饭叉就是寺庙 东北方呢 还有那个 有没有那个瀑布哦 山间瀑布 还有一个石门 而且这个石门的 这一个寺院呢 他用金色的字 金书齐体曰 写什么字呢 写大圣竹林寺 他后来啊 他就在想 我怎么会在这个波里面 看到这个特殊的情况 而且他又不太相信 然后他又在其他的时间 又重新的再看一下 这个波 又让他看到一个情况 就是这里面怎么有云 而且有非常 就是非常多 大约有一万位的菩萨 就是全部都在这种 寺庙的池塘 还有站在那个 就是楼台上面 而他就觉得 哇他怎么会去看到 这么殊胜的一个境界 因为他实在很难相信 因为他实在很难相信 就是说 他在吃波 他在摘糖 拿着波在吃饭的时候 他其实是在喝粥啦 可是他在喝粥的时候 他是要使用波 波又看到三四的景象 看到三四就算了 这个四月上面还写着很清楚 就是大圣竹林寺啊 那不就是指引他说 是难道就是要过去看看 真的有这个四月吗 隔不多久时间 他又第二次看到特殊的景象 就是在波中又看到五色祥云 楼阁台谢 还看见文书施力菩萨 跟所有的慎重在讲经说法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真的很奇怪 因为法教大师他就想想 不对 这应该是容天护法 或菩萨在指引 所以他就跟众人来探听 就说真的有这个景象吗 这个景象是在哪里 所以这一位法教大师呢 他就将他自己所看到的 去片坊询问所有的知识哦 然后就有一些人跟他说 你如果在说这种山川面试 好像就是五台山哦 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就是也只有这个地方 才可能就是会有出现 你说的那个情境哦 就是两个僧人 就加盐跟谈灰 来跟他说这一件事 在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之后呢 就是这一位法教大师 他就觉得很特殊 然后他就干脆算了 我们就邀约一些同餐哦 一起不辞辛劳 然后前往五台山来礼拜 这一位文书施力菩萨 结果到了五台山的时候 就遇到两位自称是 善才跟难妥的童子 就引导他去一个寺院 果然这个寺院的上头 就看到了五个字 大圣竹林寺 跟他拨里面看到的一模一样 可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相信他怎么 怎么会看到了这一个 这么特殊的一个情境哦 所以他就再仔细的 到了五台山之后 又再仔细看 好像真的也是黄金为地耶 然后宝塔庄严哦 而且他整个院子种满了花 然后也种了很多的水果 非常的清静哦 那这位法教大师 他就进了讲堂之后 看见文殊施力菩萨在西方 他还看见普贤菩萨在东方 而且他们各自都坐着一个 狮子座 然后彼此两位都在讲经说法 成千上万的一个听众 围绕着他们 因为文殊施力菩萨呢 他经常跟一万个菩萨 是住在这个清凉宝山 他就是要演说这个 一真实相 一实之道啊 而且他经常有 视线不可思议的一些神通变化 让一些善根成熟的人 可以马上证悟到增长 善根没有成熟的人 就让他增长 而且文殊施力菩萨经常是 不动念 然后能够随机视线说法 来帮助大众呢 能够就是了解 了解这种 就是一切为心的这种 圆正的道理哦 这一位法造大师 他进入了讲堂之后呢 他就上前礼拜 然后就请问这一位大圣文殊施力菩萨 他就问他说 末代凡夫去胜十远 知识狭烈 业障和成购特别的深 那么不知道应该如何 就是显现这个佛法 他的意思就是说 末代凡夫为神 要修合法门啊 文殊施力菩萨就告诉 法造大师说 意思就是说 你所有的修行法门 不会比念佛还要好 阿弥陀佛的愿力是很难思量的 很难思议的 你应该要一心细念 你这一辈子决定能够往生的 这时候呢 还出现一个特殊的倾向 就是普贤菩萨跟文殊施力菩萨 竟然同时就舒展他的金色黄金背 竟然对 就是法造大师磨顶 好像灌顶一样 就好像给他授记 就是说 如以念佛立故 必尽正无上觉 就是你因为念佛啊 你毕竟这次生就会正的无上正的正觉 就是你会往生到阿弥陀佛的那个安乐国 文殊施力菩萨就是跟他说 过去呢 他之前就是也是做了两个行门 就是念佛法门 还有供养三宝 来成就一切种制 所有的诸佛都是念佛成就的 所以念佛的法门 其实是诸佛 诸佛门之王 可是这法造大师还是不放弃 他继续地问 那应该要怎么念这个佛呢 文殊施力菩萨就跟他说 在这个世界以西方 有一尊阿弥陀佛 他的愿力不可思议 你应该要记念相续 不要间断 你命中使 你绝对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你会正得不退阶 也就是永不退转的阿比巴志 这时候呢 这位法造大师听了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一直后复于华颜院呢 就是一直念着 意念着 有普贤菩萨跟文殊施力菩萨 受祭他往生 所以他一定要一心念佛 这时候文殊施力菩萨 他又继续跟他说 所以说 你可以往一株菩萨院寻理成教 意思是说叫他去逛一逛 这个大师呢 就力请教授至七宝园 就是有那个 很多的宝物 总共有七种 就去这个花园里面逛完之后 又重新想说 我逛完了这个花园 就要回来跟文殊施力菩萨道谢啊 然后他就向这两个亲衣童子 就是被他们送到门外之后 然后他就要再答谢 要再做礼的时候 做礼拜 再举头一看 奇怪 怎么都不见了 他就想说 刚刚的那所有的寺院啊 还有文殊施力菩萨 怎么都不见了呢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所以他就想说 不对不对 他一抬头 他本来就是很惊讶 一抬头怎么失去 整个寺院都是 踪影都消失了 所以他想一想不对 他应该是看到了奇迹哦 所以他就立了一个石碑 这个石碑就给他写上处所 因为他怕他下次找不到这个地方了 后来啊 这一位法教大师 他就因为得到这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奇景哦 所以他就很精进很精进的一个 在做净土法门上用功 然后有一次啊 他就遇见一个僧众 这个僧众呢 就是西域的高僧哦 就是叫做波粒 波粒哦 他就跟他说 乳华台已生 后三年花开 意思就是说 你的莲花 西方莲花已经成就了 三年后 你那个莲花就会 莲花的花朵就会 就会开放了 意思就是说 你三年之后就会 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他跟他讲完这句话就说 乳华台已生 后三年花开已 乳见竹林诸四 何不使群生共知之 然后他就说 诗音命将科实为徒 于建处建竹林寺 既必未众约 无事必疑 数日别众作事 这一段经文是跟我们说 当波粒这一位西域高僧跟他说 你三年之后就会往生了 那么你已经有看到就是 文书施利菩萨那个竹林寺的 所有的寺院的事情 你怎么不赶快让所有的众生 都知道这件事呢 而且你也曾经科这一个 有没有 做了记号 你为什么不要在那个地方 赶快建一个竹林寺出来 也就是这一件事情之后呢 很特别 法造大师他就盖完了这个竹林寺 没想到他真的三年之后就端坐而逝 就真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们推断波粒所说的话 就是说果三年也 也就是在大力七年这时候 就是法造大师他在并州行 这个在那个地方一直教人家 舞会念佛 而被唐朝的唐代宗啊 把他迎回长安宫中 然后他这个唐代宗 其实也是有一个典故 他就是想说奇怪 东北方为什么经常出现念佛的声音 所以他就派遣使者去找寻 然后找到太原这个地方 果然就看见这一位法造大师 他在这个地方一直劝化好多人 而且那个盛况是非常 好多人一直在念佛 所以呢 唐代宗就很高兴的 把他迎入这个紫禁城里面 然后来教工人念佛 而且还教会所有的就是 宫廷的人士 懂得念这个舞会念佛 当时候呢 他是在刘子后极南乐碑 就有写这一件事 写那个唐代宗的时候 在做 就是做这个皇帝的时候 是尊法造为国师哦 而且 这一位法造大师 他在成为国师的时候 他还帮他自己的师傅 有没有 争取一个四额 这样的殊荣 然后还替这个竹林寺 他不是要盖竹林寺吗 听了这一位 西域高僧的话 要盖竹林寺 所以他就赶快 趁他是被唐代宗 所赏识的时候 就赶快进行券墓哦 然后化缘很多的钱 然后来盖了这一个寺院 竹林寺 然后经过朝廷的许可 他就在竹林寺开戒坛 戒坛呢 这时候他就 法造大师他就做了一个 净土舞会念佛略法式遗战 这支当中他就写说 此舞会念佛的身世呢 那个点啊 他有做记号哦 做那个好像类似 我们现在讲叫音符 可是他们是用点 这个点如果比较大颗 而且稍微长一点点 那就是代表 要请你念佛的时候 然后要缓缓的念 如果这个点呢 做记号的点很小颗 而且越来越短 就是从长点到短点 有没有 越来越短 意思就是说 要见急的念 我们当众如果看到 舞会念佛的这个乐谱音谱 一定要虚会此意 然后他又记录说 第一会就是平身缓念 南无阿弥陀佛 第二会呢 是平身 平上身哦 缓念 南无阿弥陀佛 再来就是第三会是 非缓 非极的念 南无阿弥陀佛 第四会呢 是见急念 南无阿弥陀佛 第五会就是四字转急的念 有没有 我们最后都会唱那个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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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从这里 整个这样流传下来的 可见五会念佛 就是用平身缓 平上身缓 再来非缓非极 再来见极 最后四字转急 等五种音声 极会来送念 阿弥陀佛 这个法教大师是非常 十分的重视 礼赞这个阿弥陀佛 这一件事情就是被记录 在佛族统计 这个佛族统计 是一部佛教通史 一开始是记录 释迦摩尼佛本记 从这样写写写 写到中国佛教的 历代祖师的传记 都记录 全部都把这些事迹 收录在这一本 佛族统计里面 而且它的资料 是中外点击 近两百种 资料很详实 文采也很好的 所以我们对照着 这个法教的研究 其实日本学者 比我们多了半个世纪 就多了五十年以来 就刚刚所说的 中本善荣 还有像这一位 望月信亨 史锤庆辉 这些日本学者 都多了我们 有半个世纪的 一些名著的研究 在我们国家 就是中国这边 就像汤用棚 还有桌书家 这些老一辈学者 也是会 就是对 这些法照大师 来做一些论文的发表 所以以上呢 我们有接触到法照大师的一个资料当中呢 我们更能够理解 念佛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 而法照大师在这一生非常有幸 他从 在播中 看见了 文书施力菩萨 讲经说法 然后他 又在 刚刚经文是没有提到 就是说 再补充一段 就是说 法照大师 他后来 就是依照这个五量寿经 然后发展了 五会念佛 好像他也是有看到 阿弥陀佛的这些圣集 就是这样的一个视线 然后让他 才产生了这一个 五会念佛的音律 所以大众呢 一定要非常重视来念 五量寿经 因为有法照大师对我们 做了一个背书 何况 这个念佛法门 还是文书施力菩萨 亲自嘱咐 当文书施力菩萨 这样的一个智者 都是发愿往生 面见阿弥陀佛 可见 净土法门是非常的 殊胜的 而且你念 五量寿经 很容易会感到那种音律 音律哦 然后就会很想要 就是来唱念这个佛号 会让你容易达到一心不乱 而且静念相续 以上的分享 如果能够帮助你 对念佛 产生极大的信心能量 希望您可以分享 给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也加入 劝大众念佛的一个行列 大众请尽尽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